子弹的威力很大 甚至连钢板都能够穿透 战场上用沙袋做防御 真的能够抵御攻击吗 难道沙袋比钢板还坚固 想了解沙袋的作用 咱们就先来了解一下子弹的威力 子弹和炮弹的威力是不同的 子弹一般是由软金属制成 如铜或铅 子弹的设计初衷 并不是为了射穿坚固物体 而是要在目标上造成损伤 当子弹从枪口射出后 在整个飞行过程中 它们在空气中受到的阻力相对较小 然而当子弹撞击到坚实的物体时 阻力会迅速增大 这就是为什么沙袋在战场上如此重要 沙袋内填充了大量沙子和黏土 这些材料可以吸收子弹的能量 减慢子弹的速度 减轻其穿透力 就像乘车系安全带一样 减缓车辆碰撞时的冲击降低伤害 需要明确的是 沙袋的主要作用并不是挡住每一颗子弹 而是减轻子弹的杀伤力 一旦子弹击中沙袋 沙袋内的沙子会立即散开 但由于沙子是流动的 它们会产生内枪效应 在多层沙袋墙的情况下 每一层都能吸收和分散子弹的冲击 使其成为坚固的防护屏障 降低对背后士兵的威胁 除了子弹 战场上还有各种破片 火炮 手榴弹等武器 它们依靠破片 气流带动的碎片和碎尸等因素 造成伤害 尽管它们的速度可能不如子弹快 但它们在不同情况下 也能对敌人造成严重威胁 沙袋墙也对这些攻击 提供了很好的防护作用 一些手榴弹碎片 可能会被挡在攻势外 减小了爆炸的杀伤力 此外 一旦发生火灾 沙袋结构还能有效阻止火势扩大 从而减少我方部队的损失 当然了 沙袋墙能够一直被沿用 它的作用可不止这些 在战场上 用沙袋搭建防御攻势 有两个关键优势 速度快便于射击 战场环境千变万化 士兵可能会在一瞬间 从持枪瞄准变成被敌人击中 因此 士兵不仅需要一个相对安全的堡垒 还需要能够迅速搭建 使用沙袋搭建的防御攻势 比挖掩体快得多 一些装甲车队和运输车队 在战时经常携带沙袋 以备不时之需 在面对复杂地形 如沟壑 泥泞等时 可以迅速铺设沙袋 以帮助车辆通过 当然 沙袋也可以用作车辆防御 在二战时 由于美国谢尔曼坦克 根本承受不了德军坦克的攻击 装甲很容易被暴使坦克撕碎 更别提虎士和虎王坦克了 后来美军在谢尔曼坦克四周 都挂上了沙袋 防御能力大大增加 而且大家都知道 枪械在发射子弹时 有很强的后座力 如果不能很好地承受或泄力的话 就会导致射击精准度不够 甚至误伤自己 如果将枪械架在沙袋上射击 就能起到泄力作用 同时便于战士不断调整瞄准角度 在上世纪 钢筋混凝土攻势也被广泛应用于战场上 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为什么抗战时期 我军部队不用钢筋混凝土建筑战场防御攻势 而采用沙袋呢 大家都知道 那时候我军部队装备物资极度匮乏 根本无法运输大量钢筋混凝土来构筑防御攻势 所以只能用磊沙袋强的方式抵御外来的侵略 中国的战士们就是通过小米加步枪和自己的血肉之躯 构建起抵御侵略的钢铁长城 一旦队伍选择撤退 战士们就会提前在沙袋中买上炸药 这样的话 如果敌人想要占领我们的阵地 就会被炸得灰飞烟灭 所以沙袋在战场上的作用远非普通袋子 它们是保护士兵安全的关键因素 也是战斗中的必备工程材料 关于子弹穿透沙袋的问题 一些实验表明 通常的民用枪械子弹 很难穿透约15厘米或更多的沙袋 即使使用一些较大口径的手枪子弹 如357AE沙漠之鹰狩猎手枪 也难以穿透超过7英寸的沙袋 根据丹麦皇家陆军的野战手册 沙土对小口径步枪的防护宽度为60厘米 大致等于一个沙袋的长度 或者两个沙袋的宽度 这些结果说明沙袋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有效抵御子弹的穿透 提供了宝贵的防御保护 不仅是以前在现代化战争中 沙袋仍然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现代战争 士兵仍然用沙袋抵挡子弹 为何不用更坚固的钢板 虽然现代军事防御系统 使用了高科技材料和装备 但在一些战地部署中 沙袋仍然可以提供迅速搭建 和加固防御攻势的便捷性 特别是在一些战争和冲突地区 物资运输可能不变 沙袋作为一个快速可用的资源 用于建造掩体 哨所或路障 埃斯克公司开发的防爆墙 是一种现代化的沙袋防御系统 因其卓越的防护 防弹和防爆能力 可快速用于保护直升机场 兵站 哨所等军事设施 相比传统的混凝土围墙 使用防爆墙能够节省时间 因此被广泛采用 它有许多相互连接的模块构成 每个模块通常由一个金属网格 和内部填充物组成 这种模块化设计 使得它可以根据需要 快速组装和拆卸 不仅能够抵挡弹药攻击 还可以用于建造掩体 哨所 围墙和路障 提供可靠的防御攻势 目前 埃斯克防御墙 已被美军和北约等军事组织广泛使用 它不仅可以防洪水 还能够抵御各种轻武器的射击 甚至对自爆卡车 也有相当的防御能力 然而 这些传统的防御攻势 在面对空袭或深化武器等 极端情况下的效力 就会受到限制 那么 我国是否有其他对策 自上个世纪以来 中国一直致力于设计和建造大型的地下防御攻势 将其视为深挖洞 广积粮 不称霸的战略之点 这一理念甚至在农村地区 引发了深挖防空洞的热潮 我国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四道纵深防线 这些地下防御攻势深达50米 采用整体胶筑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配备了防火和防毒设施 内部通道纵横交错 可以容纳各种大型装甲车辆和火炮 确保队伍能够畅通无阻 除此之外 我们在城市中也广泛建设了城市人防工程 几乎每栋楼房都配备了相关设施 总体来说 现代战争的炮火威力与二战时期相比 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 任何要塞和防御攻势 都难以抵挡钻地弹和温压弹的狂轰滥炸 但我们早已不是当初饱受侵略的民族 随着近百年的迅速发展 我们的军事实力已经不容小觑 愿我们的国土之上再无战争纷扰 反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歌 咱们下期见